HELLO!YOUTUBE 又是我肥冰二鵝 今集會帶大家試一下 Melbourne現行最便宜最便宜的新車 不要計MG 計算大牌子 MG 計算大牌子 Picanto一直以來出路到現在的定位 其實都是一部很便宜的車 大概最頂配版都好 其實都是在兩萬多元澳幣左右 那已經是GT Line的 所以如果你是剛開始度過 或者你是不熟悉的 亦都不想買一部很貴的車 又或者你對泊車是不熟悉的 這部車其實是一部挺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真的很很便宜 但質素如何呢 我就跟大家今天看看 感覺上這部車是挺膠的 但沒有的 你要便宜的話也是這樣 但它的駕駛感其實都很不同 它的車都很高 所以你坐下去 其實你的視野是相當之好的 Kia 即是我的Selto 或者這部Picanto也好 它的內裏空間 它的位置非常好 所以就再跟大家看看 車的一些細節 在大家面前看到這部 就是它們第三代的Picanto Picanto 自於2003年推出市場之後 一直以來都佔有一個獨特地位 我想獨特在哪裏 其實都不用多說 就是因為它夠小和夠便宜 雖然澳洲各大車種品牌 都在主要SUV大車為主 但Kia 仍然堅持要引入 這種Small Compact Car入澳洲市場 但相反來說 澳洲要Small Compact Car的選擇 真的不多 除了Kia Picanto之外 也有Suzuki Swift Viat 500 和Matsubitsu Mirage 所以看到 其實眼見澳洲市場 這些Micro Compact Car 真的不多 而我相信買得到這款車的朋友 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它要一部可以代步的便宜車 所以大家就不會在茶餐廳 找半島酒店食物 但話雖如此 這部車又是不是真的 那麼差那麼差呢 我又不太覺得 雖然它是一部兩萬多元有交易的車仔 但它內裡的空間 都偷得很好 比得多足夠 而且它駕駛上手的感覺 視野其實都頗高 一點壓迫感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新手的話 這款車駕駛上手是毫無壓力感 而且它的車是四四方方的 所以拍車因為的話 都可以很容易掌握到車身位置 但有兩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第一點就是這部車的離地距離 實在是有點矮身 所以你轉彎入Curve 入油站 出薄位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會浪底 適合到地 第二點就是它的車身底盤的軸位 比較窄身 所以有時候它轉彎高充 或是U-turn快 的話 這部車也是有向外浪的跡象 這方面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還是我覺得這部車的駕駛體驗 真的挺不錯的 真是說真的 兩萬多元一部車可以用來代步 省油的 就真的沒什麼投訴 而車尾箱的空間 大家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真的豆腥這麼小 放行李箱也未必可以放 但如果用來買送 上班上學放行李箱 就沒問題 而它的後座位 都是可以Lay Flat 所以躺平了 放行李箱也是可以的 而座位調校 全部都手動了 升高降低 移前椅後 挨前挨後 全部都齊 不過桌盤只可以調校上下的幅度 和司機的距離就不能調校了 而車廂內部的配件 基本上都齊 基本上的需要全部都會有 但它們的收納空間 我略嫌有點少 它首先沒有中間手枕 平時有一個Copyhole的位置 還有它旁邊的收納空間 放到水樽也有少許困難 所以大家要留意 而車廂內用到的物料 絕大部分都是硬膠 而它也是一種比較便宜的硬膠 所以大家對它的內籠 就不要影響太多了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要我多付3000元 換個皮籠 還是便宜一點 用這些硬膠 我就一定選擇要便宜 而值得一提 就是它的軚盤和座位 都真的用皮 所以如果不喜歡膠軚盤 和布椅的朋友 這部車一定要選擇 GT Line 而引擎方面 這部自動波的Picanto GT Line 就搭配了1200cc的直四引擎 而它的最大馬力 可以達到84匹 再加上它的車身 真的比較輕 所以其實這部車 踢起油上來 都真的挺去的 油耗方面 就真的中規中矩 廠方的數字 就說每100公里 需要5.8公升的汽油 但實際數字上面 我看回車內的功能 這個數字 竟然可以去到8公升 佔100L 但主要原因 我想是因為 這個是DEMO 車 每個都是兜貨物 所以數字又未必是總確的 由於這部車是Under Kia 所以也搭配它們 享負勝利7年無限公里的Warranty 講完都喘氣 而這個原廠的Warranty 也包含了一個Roadside Assistant 也就是說 如果你每年跟隨它們的規矩 回原廠做檢查 每一年後 會繼續幫你續這個Roadside Assistant 而如果你車中和發生什麼事 頭暈伸令爆胎 甚至乎沒有油都好 打過電話 就會有人出來幫你製造車 亦都是正正這個7年的保養 所以KIA的二手車價 亦都騎得很硬 而我們看看Carsel.com 一部二二年二手的KIA Picanto 大概兩萬一左右 所以一年大概跌千多至二千元 明顯地它一定不是一部最保值的車 但以它的價錢和性能和功能來說 其實它都已經算是這樣的 而最重點就是 其實二二年至二三年的Picanto 已經停產了 接下來二四年 Picanto會有一個大改 而價錢 聽賣員說 也會維持在兩萬三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有興趣買這部車的朋友 是時候訂購明年的車款 如果你問我這部車值不值得買 是否值得買 我會覺得值得買 原因是 始終兩萬多元 換到一部車 在澳洲來說已經有點困難 再加上 澳洲有車和沒有車的生活 真是天與地比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一部車 而沒有預算的朋友 這部簡直是你的救星 而且二四年的改款之後 它的外觀更多 它的安全性能 亦大大提升 加上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Lane Keep Assistance Emergency Brake 還有 Rear Crossing Traffic Alert 這些在澳洲車內 已經慢慢變成一個基本配置 而當它加上這些配置之後 價錢仍然維持在兩萬三、兩萬四 我覺得非常值得 但如果不是 你說急需要這部車的話 我亦都知道 有幾間Kia的購物 是即時有現貨給大家 而二四年的款式 其實到這一刻 都未真正有Spec Sheet 出過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基於跟售貨員聊天的時候 大家估算出來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買這部車的話 就要快點找一間順得過的Kia D 快點約見試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留言、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